中丹小刘 小弟弟 你该上哪上哪去哦 你宛苏告诉你 东路这一块 不是你能呆得了的 你的意识 是想让我去别的路 对的呀 你还算懂事 现在赶紧走 宛苏我饶了你不死 你确定 那我可要去上路了 去呗 宛苏你看我发现了个好东西 那啥 小刘啊 刚刚是你宛苏不对 你回来吧 东路呆着其实挺好的 吓死了 原来这个小子 他冲着雪包去的 看来什么多虑 流星毁灭 really nigga 宛苏你快看 我又发现了个好东西 小刘那不如他动 不能动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小朋友 你是否愿意放动 我好 我什么 小刘 你宛苏皆要给你刻补一下 像那种圆圆的 发着红光的 都不可以拆 知道吗 实际上这种子吗 小刘里我停 怎么了宛苏 你给宛苏个面子 这个塔不拆好时候 宛苏你为什么这么讲啊 你别问那些 宛苏我混迹江湖这么多年 今天给你低个头 这个塔不拆好时候 那宛苏你都这么说了 我还拆的话 那只能不合适了 总算是稳住这小子了 我先去发育一手 到我后期 有心毁灭 大哥 搞定 好 这人一人 我说我很听话的哟 那就塔不是我猜的 我说你怎么好像不开心 真假告示令 表哥 有人欺负我 表妹你再监死一会儿 表哥马上到 表哥我快没了 马超 你知道你刚刚干了什么吗 哪来的小猴子 敢拦我拆迁大队的路 你说你是小死还是不想活 你说你是哪儿的 拆迁大队的 怕了吧 我老大 高示令 知道不 说出来吓死你 我咋就不记得 什么时候收了你 这么个小弟呢 你混哪儿的 你记不记得和我有关系吗 实相的赶紧滚 不然老子 那哥这什么情况啊 我怎么也跟着一起没的 先别慌 看来今天应该是遇上硬茬了 先拿高示令吓唬他一手 好嘞 对面那小猴子 你完蛋了 你敢动我们拆迁大队的人 我们老大可是高示令 你当死吧你 你说啥 我说我们老大是高示令 超哥 奇地 超哥我来了 奇地你别过了 超哥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我说让你别过来 超哥我必须来看你的最后影片 我现在回去还跟摊不过 西弟你真是何苦呢 没事 超哥 交给我 你完了 你敢欺负我们拆拆大队的人 等我们老大来了 你们家的防御塔 全都给你们拆 是像我这么拆的吗 对 就是你这么拆的 快了吧你 我们老大不仅拆塔 他一生气 连人都拆 像我这么拆 对 跟你拆的一模一样 我告诉你 你完蛋了 闭嘴吧你 还看不出来呀 咱们哥俩招摇撞骗这么多年 看来今天是遇上本孙了 四六兄 可否高抬贵手 让我们兄弟一回 他日相见 我们兄弟二人 定为你马首是战 我高某出入江湖几月 想不到竟然已有了这般名气 你们未经我允许 便敢自称是拆迁队的人 这次我希望你们引以为继 倘若他日 我再看到你们打着我的名号 到处招摇撞骗 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谢高兄 今日此事 来我二人所为 以水晶无关 不知高兄能否 然后他一面 不拆水晶啊 找书啊 为什么不找书 对于这种招摇撞骗的行为 老铁们 我做的对嘛 成道的光 照在了大地上 冲粉 狂魔 昨天居然有人说我高斯链不冲粉 圆芳 上载机 好嘞嘞嘞 订阅婷 订队 昨天发了那个视频 很多人都要取关我 说我高某人不重粉 圆芳 你怎么看 大人我觉得只是顿有机场 今天你就给我敞开来玩 谁敢动你一下 你看我猜不猜他 就完了 好嘞大哥 对面的 今天我高某人就把话撂在 谁敢动我们家圆芳一下 你看我猜不猜他 就完了 来 猜我 我都要看看你怎么猜 出品 还有谁 一个侦父已经被据好了 你过来 你出来 你进来 有本事你出来 我本事你进来 不出来是吧 就不出来你能把我打地吧 真是的 还有谁 一个侦父已经被据好了 就那个小刘萱杀了你 就是他 小伙子,你要什麼車啊? A186啊 怎麼樣? A186 跳一下啊 隨便啊 龍捲風摧毀停車場 Double Kill 司令我們好像沒了呀 就這樣 就你們這兩下子 追了大半上低頭都追不上我 還想月塔槍殺我 醒醒吧你 真當我家防禦塔是擺射呀 現在呢? 猜就猜呗 我說哥對你不出來 你還不是照樣沒折 靈打擾 誰最敢動我的小芳芳一向 這個圖的塔和有流善 就是你們的下場 流善作 聽不懂話是吧 天不怕地不怕是吧 我有什麼好怕的啦 你 你 你 我告诉你 我爹是刘备 我二叔关羽 我三叔张飞 四叔马昌 五叔黄东 小叔赵元 我妈是孙上香 我旧是孙策 我旧妈是大强 我姨父是周瑜 我姨是小强 我有这么多千千 你一个小猴子 你说你有啥呀 你凭什么敢拆我的塔 我有四六军团 百万熟师 你告诉我 凭什么不敢拆你的塔 千莱你好帅啊